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到行政院长苏贞昌 完毅会失礼道歉为止 可是你看 立委的职责不就是要省预算吗 你就去监督嘛 你就去把关嘛 可是国民党立委却是 找理由来摆烂 而最近四大公投的民调的呈现 就是国民党他们在诉求的四个同意 现在看起来整个情势 正在执政党的宣讲 正在翻转当中 那莱茵他们在公投1218投票结果出炉之前 已经闻到一个气氛了 就是干嘛呢 提前先找个战犯再说 好 战犯是谁呢 现在看起来新北市长侯友宜 好像是头号战犯一样 我们就先来看到的是 先走这个蓝营找理由的部分 我们来看 他们说据省总预算 那我们其实来看看行政院怎么样回应 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承他表示说 行政院我们依法就是公投案的反方 当事人本来就有责任要向人民来报告 不同意四个公投案 我们的立场是什么嘛 我们的政策是怎么样 可是国民党现在这样搞会影响到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自由时报的大标题 包括像是这个军公教的条新 或者是长照等等 其实这一些政策的执行是会受到影响的 莱茵在立法院上演的是乱 在自己家里面上演的叫做斗 我们来看到的是 重启核四公投领先人黄世修 他就点名说新北市长侯友宜 可能会让整个蓝营他们的诉求 会全线的来溃题 那不只是他 他先呛的是说侯友宜 你这样子搞到到时候变成那样的结果的话 你的政治生命也就终结了 你想要连任也要再考虑考虑 可能会不会选不上 那赵超康的部分他是加码 他骂国民党籍的14个县市首长 不然你知道是要冲三米你们在搞什么鬼 骂得非常凶 而且讲说可以怎么样 其实党主席你是有权限的 我来给你教 他要教朱立伦 他说如果不办公投说明会 你14个县市首长都可以下去做 那如果不做的人呢 我下次就不提名 你敢不敢 他已经下之道起到这样了 那他骂14个县市首长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怎么可以自私自利到这样的极点 其实我们常常在说 蓝营里面有茶壶内风暴 可是呢我觉得要改一下 我们现在可能要看的是 这个茶壶什么时候会破掉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我们前进我们来看的是 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颜宽恒不是走拖 很多拖行走吗 我感觉他走拖的时候 好像是有点要横着走了 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讨论过说 去公所的活动啊 也有这个行政不中立的问题 人家颜宽恒就可以进去 可是林静怡却是被挡在外面 那还有呢 说有这样的说明会 可是呢 专门 专门 只有佛颜宽恒 有佛他的一个说明会 那我们来看 社医名人英地大地 这几天呢 他就 颜宽恒去哪里 我就跟你去哪里 他专门跑的就是颜宽恒去的场子 然后呢 他也去看看说 这样子的说明会 这样子的一个 座谈会呢 端出来的菜色 很澎湃 我们进一步来看的是 三天新闻独家呢 我们先看这边 我们是取得了这个群组动员的讯息 那上面的内容 不只标注说 立委要开说明会 大家呢 给到一些人 多找一点人来 而且呢 后面一定会加一句 就是说 我们备有餐点哦 那一定会有一个SOP 就是你先听宣讲 宣讲听完了之后 我们再出菜 这个菜色呢 已经远远超过 你本来理解中 可能是插米粉 可能是公圆汤 那不过呢 我们看 就算只有炒米粉 我们也很好奇 请教一下 钱从哪里来 而当颜宽恒呢 他在炮轰 陈伯伟说 哦 年轻的时候 你这个打电动啊 要诚实啊 要怎么样 可是呢 颜宽恒现在 不只是被爆 说他名下有一个土地 土地呢 长期就租借给 两家电子游戏场 那其中有一间 电子游戏场的负责人 这个名字我们陌生啦 可是颜宽恒应该不陌生 这个名字叫做张兆毅 这个张兆毅是谁 为什么颜宽恒不陌生呢 居然呢 就是颜家 颜宽恒他有一个公司 是路则国际公司 就是这个公司的监察人 你去想看一步来追 那颜家呢 还有这个公保地的问题 公保地却是盖 这个私人招待所的争议 台中市政府呢 他们就是前后两次 都发局要去的时候 是吃了闭门羹 但是昨天是第三次 第三次来访查的时候呢 总算说可以入门了 一梁发现说 有三大块都是违建 你只申请60坪 却变150坪 台中市政府现在说呢 14天内要自行拆除 可是会不会太过体贴了 今天CDC记者会已经开始了 我们准备来看现场情况 我们会预防接动组的召集人 因为我左手边是罗布 还有在最右边是我们的 于一半的陈婉清首席医师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记者会 那我们今天总共 并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那有新增了5例的境外移入 跟临死亡个案 那这5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是5例的男性 那年龄是借于20多岁到40多岁 那分别来自捷克 澳大利亚 有三案 还有荷兰 那路径是在于 今年的11月15号到29号 那这些持有搭机前3例的 解映性报告 另外 今天 中午截止 就是有关 我们第16期的 疫苗的预约状况 那这预约情形BNT的部分 完成预约人数是 96万7939人 另外A例的部分是96,339人 另外莫德纳的部分是33,398人 那另外昨天 接种的人数 总共是25万4,281剂 那我们的第一剂的接种人口涵盖率是77.80% 那第二剂是55.69%,那我的这个部分就先报告在这里 那再来就请陈婉清医师先报告有关这个青少年接种 这个BNT 那他发生这个心肌炎的一个情形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截至我们统计到11月24日直 经过这个ADR的研判归类呢 总共有23位12到17岁的青少年 在接种BNT之后呢 发生心肌炎或者是心胞膜炎的起行 那男性居多有19位 那其次女性是4位 那在男性的部分呢 有三位是不需要住院观察 在门诊追踪而已 那另外就是有16位需要住院 那已经有15位出院 在女性的青少年的部分呢 四位都有需要住院观察 那其中三例是已经出院了 那为了了解我们国内发生心肌炎 接种BNT之后发生心肌炎的情形 我们在针对一开始通报的几名个案呢 有做过比较初步的调查 那这张图呢 给大家看的是 就是在接种从统计9月22号到11月3号之间 就是接种BNT之后发生心肌炎 或者是心胞膜炎 他们的个案 它从接种的疫苗当天 到他们症状开始的天数的分布图 那其中心肌炎是总共是16位 那心肌炎是9位 心胞膜炎是1位 那心肌跟心胞膜炎是6位 那可以看到是大部分的个案 其实它从这种离接种的疫苗 到症状开始出现的时间呢 多数都是在两个礼拜内之间呢 就会有不舒服的症状产生 那以这些青少年族群的症状分布呢 大部分常见的 还是以急性的胸闷或者是胸痛为主 有将近有8成 那其次是运动后或者是平常后 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形 那比较少会有发烧或者是心肌的现象 再来这些刚才有些有经过住院评估 跟做一些检查 那心肌效素异常的就是有增高的情形 大概有12位就是75% 那心电图有发现异常的是有15位 那是73% 那有明显性是收缩功能下降的是有两位 那是13% 至于在育后的部分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就是16位里面有15位呢 已经恢复到这种前的健康状况 或者是症状都已经改善 那有一位有出现并发症 根据各国的经验或者是文献的报告 其实接种mRNA疫苗之后发生的心肌炎或者是心胞膜炎 它实际的发生率其实还不清楚 那因为各国的不同的监测系统 医疗体系的不同 或者是病例研判的机制不同 它的通报率在各国可能都会有差异 那不过从各国的数字可以看出来 就是八成以上呢都是以男性居多 那大多数的年龄层呢是少于30岁 七成以上会是在接种第二剂的mRNA疫苗之后 才出现心肌炎或者是心胞膜炎的情形 那今天本土个案呢还是加零 不过呢今天再特别针对有关于BNT 它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感觉 不舒服感觉会多久 主要是因为青少年的部分 因为这个Omicron变种株的关系 所以希望他们都来接种第二剂 所以有做出一个统计 在今天也做出了最新的说明 那回过头我们要来看的是 有关于这个公投案 蓝绿这边在做攻防 那可是呢我们来看 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呢 他们出了一个招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 那党团就下令说 所有国民党籍的招委 你们要拒绝审理总预算 那理由是说行政院针对这个公投 有做出行政不中立的行为 像是花钱登广告来做宣传 他们说呢 庭审总预算到行政院长苏贞昌 道歉为止 我们先一起来看 周一一早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审查交通部预算 进行到一半 当招委的国民党立委陈雪生 好像突然有难言之隐 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执政党啊 在公投的部分行政不中立 我封我们党团的命令 所以我们党团的招委 据审议算 那即刻起据审议算 所以我宣布休息 同样场景 同时也在教育委员会上演 突然宣布散会 似乎太难启齿 科技部预算审到一半喊咖 国民党团下的命令 是即刻据审总预算 所有部会被无差别据审 公投是个提案 行政院都是反方 是当事人不是局外人 政府为政策辩护 国民党团居然把脑筋 动到总预算上 被质疑假不赢 就干拙 国民党这个理由不充分 过去曾经有霸审 1997年口提议的事件 口提议的事件 是你没有辨论预算 下去2013年 民进党不满马政府 服贸协议密室协商 牵涉国家利益 绿营杯葛阻挠开会 对比国民党 省到一半丢包 而且理由居然是 抗议政府针对公投案辩护 为了政治攻防 攸关民生的总预算案 惨沦为季起 三小雷听张慧奇 这个部分我先请教除英委员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有看到在某个周刊 他们有登一个 大概是A4子左右 大概是这样大小的一个广告 因为杂志也就这么大 那上面写的 每猪每牛是一样安全 然后他就说 哦 你知道了 你是怎么可以花工堂 来做这样的一个宣传 所以才会有昨天发动说 要庭审总预算的部分 那我好奇啦 整个经过是怎么样的经过 以及他后续 到底会影响到什么样的部分 我觉得像刚刚我们看新闻一样嘛 这就很像说 你今天去一个医院 然后本来看病 过后快要轮到你了 然后突然轮到一半呢 然后护士就出来跟你说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医生说要休假 上面有打电话来 所以我们医生不看病了 你们回去啦 或者说我们电影看到一半 然后突然间就广播公众人员说 来这个安全门在这里 大家散场出去了 就是完全一个莫名其妙 那么大家已经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是国民党的委员会 完全招委就在国民党 你看现在这个党团总招的 这个招呼之下 所有的这个预算就停审 我首先必须要讲是 我们在讲这个公投 有一题就叫公投不要绑大选 当时我们就讲了 公投的部分 其实跟大选不一样 选举的话是选人 那么人跟人之间 政党所派出来的代表 在做一个所比较 PK 但是公投 它其实是政府执政政策的部分 所以其实最应该要宣传的 就是行政单位 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放美朱的进口 然后美朱进口 绝对让民众保证 不用担忧 原因是什么 然后有关于说 为什么核四不能重启 还有就是为什么三接不要迁移 我想这些东西 最应该解释的本来就是行政团队 因为这就是一个人民对于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政策的一种理解 那么在理解了之后 你决定要或不要 其实这就是公投最重要的目的 好 那今天如果行政院他不能去宣传去说明的时候 然后你竟然要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不理性的全面杯格 首先我要先讲 昨天的状况就是昨天礼拜我们立法院134 那今天礼拜二是院会134就是委员会 也就是说我们一些预算或法案先到委员会来进行实质的审查 这是我今天早上特别请助理做的 我要 而我这个都是从这一次开始院会的时候 我们知道省预算之前 苏贞昌院长要先到立法院来进行施政报告的内容 然后来要这笔预算 这里都是施政报告我们要做的 有什么 我带大家来看 长照 不孕症的补贴 育儿津贴 还有大家小朋友夏天最在乎 把妈妈最在乎的斑斑油冷气 还有最近 为什么其实你看这一次美猪要进口 台湾的猪农没有任何一个反对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些养猪基金 我们来协助改善猪农的一些 包括饲养等等的这个设备跟设施 还有就是其实军公教的朋友 非常关注的军公教的加薪 还有什么就是学生的营养午餐 这只是我特别略举几个大家有感觉 就是说预算不分蓝绿 今天我认为国民党的委员 你被人家讲说你是薪水小偷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冤枉 因为你的工作不是就是审法案 审预算吗 尤其今年是预算会期 今天刚好是11月的最后一天 马上就12月了 如果说委员会停审 那些预算就不会进来大院 最后你看到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个 稀里呼噜稀里呼噜 然后大家又是挑灯夜战的表决 我其实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 国民党你不要成为只是国家政策的薪水小偷 更成为国家安全的绊脚石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星期五 孙昌院长要特别来报告一个 大家现在非常关注 就是共军不断的扰台 那么礼拜五他要来报告的是 海空战力提升的2400亿的预算 我认为国民党你现在不只是公投 拌拍照 你就直接要瘫痪国家 我再次提醒 预算不分蓝绿 国防更是不分蓝绿 我希望国民党不是要借机帮中共 在党所谓的军备预算 成为中共的门神 要来妨碍国家的国防 我觉得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所以我在这里也奉劝 因为明天礼拜三又回到委员会 其他的国民党籍的招委 千万不要跟着你们党团 就整个陪下去 全国的民众都在看 包括像这个 是我要来之前我在网路上面 这个就不是我做的了 你看看 这是网友直接都点名出来 军公教妈妈们 机车族 全民防疫 你看刚刚我们还在看CDC 变种病毒又来了 如果说今天这个预算没有过的话 包括我们防疫的相关的预算 还有就是给辛苦的 医护人员的今天 通通都没有 也就是说下个月发完了 明年1月1号 明年不是很久 就是31天之后 他们就没有了 然后再来是生意人 中小企业的补助 原住民 还有国家安全 我刚刚讲过了 也就是说全台湾 不要被国民党这种 胡搞瞎搞乱搞 给整个拖垮 不要成为薪水小偷之外 不要成为国家的绊脚石 好 咱来看 头刚才阿北先出来 可是我们团队的动作非常快 他立刻把这一篇找出来 就是这一个广告 美牛美猪一样安全 请安心食用 然后进口肉品接轨国际 有助于台湾对外的贸易 那这边有写广告 是行政院下的广告 没有错 可是来 黄哥我给你请教 基于这个理由 他就说 怎么可以这样行政不中立 其实来看看 刚刚楚英文有解释 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 他解释是说 说明政策 因为我是反方代表 我是反方的当事人 我当然也要来做一个加强的说明 可是问题是 他们上高道说 那我预算就不审了 立委他们的天职 除了为民喉舌之外 审预算 也是一个职责 对不对 他的 duty 可是我们看 民进党团的总召科建民他讲说 你怎么可以直接就放弃监督 然后民进党中央是讲说 你现在是不是因为你说不贏 因为其实那个民调已经有呈现一个趋势 你说不贏 你就拼得 胡胡的说这条不算 可以这样吗 民众党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很遗憾 国民党怎么可以据成预算 可是他后面还是要吐槽一下行政员说 应该要维持行政中立 那时代力量的部分 他们其实蛮愤慨的 预算审查是立委的职责 你这样子随随便便跟政治化弄在一起 你就罢审 那其实我来看一件事情 我请教晃哥 是说你想想看 国民党是不是常常都说 预算我们就是帮人民勘紧荷包 现在怎么样 荷包就打开你 钱怎么拿随便你吗 为什么连这个基本的职责 都不做呢 没有我觉得国民党不是把荷包打开 是把荷包整个搬走 不给你钱用 其实我们都知道 立法委员国会议员 以台湾的宪法来讲 他包含几个主要职责 就是省预算省法律跟咨询 那国民党现在放弃省预算的权利跟义务 就等于是全党都言宽横话了 就大家都不开会 所以国民党应该是全党立委都去炒米粉去了 就煮碰吧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 今天如果说是 因为我们看到国民党跟台湾民众党 这民众党果然是小蓝 同一口径说 用这个事情来讲说 政府没有行政中立 今天如果说是一般的路人假路人 他说你这样没行政中立 我也许还可以理解 身为国会议员 难道你不了解公投案跟选举的最大差别吗 刚刚楚音解释过 选举是选人 所以任何政党执政 他绝对不可以帮特定的候选人 或特定的政党助选 这更不用讲说下广 花钱帮他下广告 像前几天那个杀戮区公所 只让严官人进去 不让你进去 那个就是标准的行政不中立 可是我没有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谴责 好 公投什么意义 特别是今年这四项公投提案 基本上就是宪法赋予 我们的宪法里面有一条说 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 这个其实是公民在行使复决权 也就是说这四项政策 都是我们政府现在正在推行中的政策 那人民他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说你政府这个政策 这样好像不好 我不喜欢 所以他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他去提案联署去做公投案 他是要推翻你这个政策 要复决你这个政策 那很简单 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行政团队 如果他不出来捍卫自己的政策 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那个才叫失职 那个才叫不负责任 所以行政院的做法 没有行政中立的问题 你不能说 国民党的逻辑是说 好 我跟民进党 我们现在各派一个代表 在擂台上打拳击 结果民进党代表 你只能两只手绑起来让我打 有这种事情吗 你是负责的吗 所以你自己公投的场 说明会场是半数人家 然后这个讲的道理 也没办法说服大多数的人 然后你就说 那你也不能讲 你通通不能讲 我讲书你 但是没关系 但是你也不准讲 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国民党是自己放弃 监督政府的权利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 这一招完全徒劳无功 别忘了 民进党现在在立法院是过半数 柯总召昨天的话 讲得很客气 他说会期快结束了 大家就坐下好好谈 难道你们喜欢禁赴二读吗 那你觉得以民进党人数优势 没办法禁赴二读吗 可以啊 禁赴二读三读 大家就辛苦一点 熬夜表决嘛 就表决也是会过啊 可是不要说 我觉得表决会过啦 可是怕是怕 国民党又来一招说 我又在议场又做杯葛 我又再来一次交土战 那刚刚楚英姐点出来的那一些部分 就整个都掉了 对不对 他会过但是就是时间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预算是好好的把关 是没错 该花的我们花 甚至于可以多花的 当然因为我们立委是只能砍预算 不是一个应该说是 尽责的立法委员应该要有的 对今天你看 连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执政党立法委员 他都不希望说预算 在没有经过实质 严格的审查之下 就稀里呼噜过关 那你国民党你是在野党 照理说你应该是更严格监督才对 你怎么会自费武功 然后说我不要审了 那请问 你不要审好吧 就让你拖嘛 那拖到公投结束之后 你预算早晚都要面对嘛 要不然你军工叫明年要加薪4% 你就加不了啊 因为没有预算啊 明年1月1号军工叫就要领薪水了 军工叫是领月头 他们再过31天就要领薪水了 难道你要让军工叫 明年那4%就先暂时延后再领 然后去告诉全体的军工叫 说你国民党不省预算 那如果国民党你愿意这样的话 你就出来跟军工叫好好说明一下吧 其实民进党的委员还蛮苦口婆心 包括呢 没关系我就告诉你 你有六个路可以走 怎么样走 我们看看是 周云鹏委员他提供 我请教靖平哥 他提供说 你如果要杯葛 你要怎么样拖延战术 你起码有六款 有六个路径可以走 哪六个呢 第一个呢 你可以在委员会 你用提案来杯葛 你可以不排 委员会的朝野协商来做杯葛 你也可以送院会之后 你说我要朝野协商 我要冷冻一个月来做杯葛 你也可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用暗海战术万箭齐发来做杯葛 你还可以在院会表决的时候 你继续用暗海战术 用点名表决 重复表决来 你都可以杯葛 不然你再想一个新的战术来杯葛 现在一个状况就是 连审查都不审查 因为以上六项都太辛苦了 都太辛苦了 因为他们还是也要排班陪我们 你知道他们就是想说 吃好做勤课你知道吗 吃好做勤课啦 这个一定国民党团都会想到 也都会考虑到 包括用什么杯葛 什么杯葛 什么的这个附带的状况之下做 那包括现在选择用这个 聚审的这个方式 也是国民党团要表达 对于这个政府在办四大公投 政府本来就应该负责 要办好公投才对 但是要对公投案 一直保持中立的办事人 这才是他的一个这个角色 要怎么中立啊 因为他是反方代表 公投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都有规定主管机关的一个权责 中选会要中立 中选会是办选举的 但是也有办这个公投 但是他不是因为这个政府官员 带着首长和这些文官都跳下去 还包括国营事业 那这些人都是领友公费 都是兴奉拿人民的纳税钱了 那却只帮这个反方讲话 这会有失公允 所以国民党团一定要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 因为你是议员对不对 我请告你啦 你在桃源议会 你也会针对一些预算 你说这个预算我们好好的 你要花时间去做功课 说这个预算这笔钱该不该花 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党团的做法是说 反正我就不管了 我就放在那里 我不理他 就是老师也不批作业了 那个意思 他不是完全这个预算不管 要不然你看每年每一届会期 都会在省预算 那不是为什么每次会期 还是有这个在吵吵闹闹闹 这种吵闹声中通过 这个会期刚好碰到12月18号 要办公投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表达一种抗议 我相信就是像刚刚讲 所以你是支持的 你感觉去交战 好不好期 不能不这么做 因为就像刚刚来宾所讲的 还有包括什么骂薪水小偷 对国民党团来说 已经无感了 麻痹了也麻木了 因为不管是社会大众 或是观感或怎么样 如果他连这一点都不做的话 恐怕连支持者都不会谅解 国民党再怎么不计 民调退到支持者都快守不住了 这种状况下 他还是有他的支持者 就像民进党有他的支持者一样 所以如果这样的 你觉得是因为民调的呈现 逼得他们不得不来自权的预算 不是因为民调的呈现 不是因为民调的呈现 而是说他们自己要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不得不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态度去表达 这样一个严正立场 去反对政府从上到下 从这个公务员文官 到包括这个政府的这个首长 全部都带头去 然后用很多的方式 像你国考都可以把这个莱猪入题 有很多如果是民进党在野的话 也是这样 国民党当然也做好这个一直在野 长期在野的打算 就像国民进党过去长期在野 你说这好长期在野的打算 起码到现在已经 起码到现在2016年 到现在已经56年了 所以类似这种状况 国民党就要扮演在野党的角色 在民主国家当中 政党的这样的一个制衡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国民党不得不然 要表达出他应该有态度跟立场 可是对不起 靖平你讲的有一点我同意 就是说对你们的支持者有交代 可是别忘了 公投光是国民党支持者 是不会赢的 你们国民党现在要的是中间选民 公投这是两个区块 今天国民党是对公投案的本身 因为公投是一个 直接民主的公民意志的一个展现 所以国民党只是 其实用这个方式 告诉政府跟执政党 不要太夸张 用执政党的整个资源 这样子下去 用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等 然后也不对称的这个方式 对整个民主政治失衡 他的这个现象反而是吊诡 而且是不健全的 靖平我只补充一句 就是对于行政团队来讲 我刚刚说过了 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政策跟方案 他们必须说明 那你刚刚说 他们还要帮正方讲话 就帮你们讲话 这不太可能 因为他就是做这些政策的人 我没有说要帮正方讲话 他也不需要帮反方讲话 我觉得国民党真的是对公投 这件事情超级陌生 国民党真的不知道 什么东西叫做公投 为什么会有公投 是因为要反对现在政府的政策 所以现在的政府 他就是反方 然后现在在野党说 反方 你不准讲话 你通通不准讲话 然后让正方来讲话 然后正方来做宣传 这个 这个是笑掉人家大 这个就不是公投法 我跟你讲 立法委员要做什么 之前马英九在执政的时候 马英九曾经用我们那个 收到的水电费的台电的 上面就是印广告 然后当时民进党还说 那时候民进党在野 民进党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浪费国家 公投做这些事情 所以民进党干嘛 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删除了这个预算 说你不可以做这种宣传 你这个经费要把它删除掉 所以现在国民党说 国民党没有要跟你说 那我要删除掉这个预算 国民党说 那我不要玩了 这什么道理 没有逻辑 所以这个样子 其实国民党的支持者 真的会支持国民党 去当薪水小偷 你这样子有污名化 支持者之嫌 好你看 其实联合报 每次对国民党 是蛮呵护的 可是联合报 他这次写出来的 这一篇评论 他说国民党 你应该要严审预算 而不是呢 把整个战场让了出去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重启核四公投的领衔人 是黄世修 那黄世修最近呢 他就讲说 为什么新八十的 这个侯友仪 他的态度是这样 他有可能会成为 我们公投整个的破口 而且呢 他还呛到他说什么 你要思考一下 你这样子 你的政治生涯 会不会可以延续 可能会GG 不只是这样 他在跟别人同台的时候 为什么好好论你不行呢 他在跟绿营立委 同台的时候 居然还呛 对方的爸妈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去死 为什么有人会这样讲话 我们先一起来看 核四厂已经41岁了 你们家等一下 核四是1999年动工 他才22岁 没关系 民营党立委何志伟 节目上谈反对核四重启 对上重启核四提案人 黄世修事后爆料 黄世修对他语言暴力 何志伟要求黄世修 要公开道歉 他用文字还原被剪掉的片段 何志伟说黄世修34岁 可是核四厂拼拼做错 敢用比你老的微波炉 去热食物吗 黄世修回应 照你的逻辑 你爸妈都六七十岁了 是不是该去死一死 这样的言论 节目上连讲了三次 我觉得我李志线 应该是快要断掉了 那我是说你再说一次 你再说一次 没想到黄世修 就居然连讲了三次 请你出来公开的道歉 不然我打算 即将要来对您提告 何委员就恼羞成怒 就在我再讲一次 我就真的再讲一次 他的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是遗仗来 我的爸爸也过世了 而且我的爸爸三十几岁 就因为猛暴性肝炎过世 还没有办法活到 何委员这样子的年纪 黄世修最近为了捍卫 重启核四 在说明会上 先是恐吓 又是爆粗口 徐市长 你的身家安顿好了吗 黄世修多次语出惊人 共同正反PK 也随着倒数计时白热化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 前进领导马祖开奖 质疑支持核四的人 如何处理核废料 无法处理核废就没有核四 蓝营内部对此矛盾逐渐扩大 蓝营稳扎稳打 核安依旧是最关键的争论核心 三内新闻张环轩许昏美 台北马祖参谱 为什么两个人同台画面 我们最后用CG来呈现 是因为呢 该电视台也觉得 这人为是怎么能爆出来 他们觉得不OK的 所以就自我审查他们减掉 当然这个其实是不OK的 后来他把它减掉了 我们才用CG来做一个相关的呈现 那黄世修自己讲什么呢 他还讲说 因为我很怕我们整个公投案 会继续被冷落 这应该不是理由 然后来郑浩我请教的是 刚刚从一连串的 因为公投案相关 包括这个审查不审查 预算的部分居然可以停审 那包括联合报说什么 他认为说 你应该是要严审 并不是要据审预算 让出整个战场 你不是要好好的把关吗 他这一篇的评论 其实写的蛮长的 他说据审预算就是两面认 你也会伤到你国民党自己 他认为最好的做法是 你就把公投这个账算个清楚 给社会大众来好好的做检视 那我请教正号的是 你怎么看蓝营现在 感觉上是蛮混乱的 为什么自家人内部也会乱 而且在斗的也是自家人 你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真的是漫无章法 我先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公投的时候行政机关 当然行政中立 他的行政中立是选务上的行政中立 什么叫行政不中立 就是韩国瑜被罢免的时候 高中市选委会不借投开票所 然后明明开票通知 他要寄凤山区 跑去寄到山明区 这种乱的叫做行政不中立 可是问题是 我们选务只要行政中立之后 因为公投案是反对行政院的政策 所以行政院的每一个人 都有责任要把他自己的政策辩护 所以行政院是天亮的反方 所以说本来他们在做这种宣传 本来就OK 否则王美华今天怎么可以站在这个反对 站在公投说明会上站反方 那王美华是不是叫翘班 是不是赌值是不是薪水要扣 是不是要请公驾 没有嘛 因为他行政机关为政策辩护 天经地义 又或者说朱立伦干嘛找蔡英文辩论 那如果是要行政中立的话 朱立伦干嘛点名蔡英文辩论 蔡英文应该说我是中立的 我没有理由跟你辩论 朱立伦也知道嘛 我是正方你是反方嘛 所以说哪有说行政机关说 帮美猪美牛一样安全 这样宣传就说 人家有行政不中立之嫌 我觉得他们不是真傻 就是在装傻嘛 就这样这两种可能而已嘛 好了我就当他们是真傻 因为刚刚敬平哥说行政要中立 所以显然有一部分人 是真的搞不清楚状况 但没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沟通 告诉大家说 行政机关本来就是要捍卫 自己政策 这天经地义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冻结预算 你当然可以冻结预算 但我就跟国民长讲 你不想上班就说嘛 对不对 你搞这件事情 预算很多 预算很多条 公务人员加薪也在这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什么什么国防预算 也在这里面 对不对 你是不是想要假借这个民意 去冻结国防预算 我可不可以这样质疑你 你是不是想假借这件事情 不准苏生产帮公务人员加薪 你如果就是论之后 了不起把这个行政院 辖下对于公投的宣传预算 冻结 这勉勉强强强的说得通 勉勉强强的说得通 可是问题是 你连这一连串都冻结的话 请问国家不会运作了 对于国民党是加分还扣分 联合报社论告诉我 莱茵的媒体告诉大家 他相对偏然说 你这样子只会造成复分 重点是黄世修这些东西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在抓战犯 可是我觉得黄世修 他可能 你知道 就是国民党 他好像也没有党籍 辈分也不算 我来读一篇赵绍康 我让郑昊继续好不好 赵绍康这一篇 精彩了 他是因为他在这个 网路的节目 他就提到 他说重启何事 是国民党自己不团结 从朱立伦 他连朱立伦就掉出来 朱立伦 侯友宜到林茲立伦 你们都是反对干事储存潮的 那国民党有14个县市首长 只有云林的张立善 愿意跳出来说 四个同意 可是后续有人跟吗 点点哦 点真真哦 都没听到哦 然后呢 他说朱立伦 你要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啊 你就要求14个县市首长 想去骂一人扮一张 那这样就有14场大场的 对不对 那如果这些人不从的话 你就说下次我不提名你 我管你民调再高 你侯友宜民调再高 我就不提名你 看他们会不会听话 最后呢 他就讲侯友宜 何事公投 不然给他一点弹性 但其他你也不要在家 妆容作哑 必须要表态 他说14个县市首长 到底在搞什么鬼 自私自利到极点 他论里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 最后就是框一个框架说 你们很自私 你们就是自私鬼 为什么不挺国民党的四个同意 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第一个赵少康 你先去选个14个县市首长 给大家看 人家是有民意基础的 人家是一票票选出来的 你给你指的鼻子骂 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觉得战斗兰现在状况很清楚 杀朱锦侯 简单讲 因为我认为民进党 他面临到公投挑战的时候 民进党其实当然有内部矛盾 可是民进党很快就把内部矛盾放下 一致对外去杀 去杀国民党然后捍卫公投 这是民进党党性 可是国民党有个大问题 他一遇到内部矛盾的时候 一遇到敌人好像变强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回头杀国民党自己党内同志 先杀朱立伦 先杀侯友宜再说 因为你看前面四项共同民调都领先 他们都叮叮 一发现两个民调已经落后了 开始找战犯 开始说是侯友宜是破口 开始说朱立伦不够积极 那意思是什么 我战斗篮才够本嘛 所以你看嘛 黄世修还有包含着这个所谓赵少康 都开始做这样的动作 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其实很厉害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是不是要团结在一起 我是不是好好的一起来对抗 就像他们讲万恶的民进党 也可以啊 可是没有耶 国民党好像打内斗比对抗民进党更来劲 那站在侯友宜的立场说 你叫我怎么同意吗 我的核四就在我的领土上 我的选民旁边 我如果支持的话 你朱立伦自己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 也不敢支持核四啊 所以你看整件事情看起来 国民党他自己第一个 朱立伦当党主席确实是无能 他没有办法统整大家的意见嘛 第二件事情战斗篮根本没有想 为国民党重返执政去考虑 他唯一思考就是说 如何在这个过程中 让大家觉得说朱立伦是个 没有肩膀的人 让大家觉得说 侯友宜是国民党破口 他唯一在做这件事情 结果刚刚赵宏康那一大片 有没有在帮核四辩护 没有啊 他就是在骂人而已啊 整段都在骂 罢自己人 对啊都推卸责任 然后第三件事情 开始找台阶下嘛 最有趣的是周末的时候 国民党党内人士放话 两好两坏国民党就不算输 哪有这种事 考试一定先呛 我要考100分 最后考80分 大家摸摸笔就算 他这个意思是说 我考60分就不算输 最后结果一定是40分50分嘛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最后可能 在公投真的会翻船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来看 其实中途时间 我不知道来宾有没有吃饭 贵牙因为上节目 进行的金丁 所以我是没有吃饭的 我看这篇 我现在好想吃虾子 好来 那来看 就是中二选区 那因为盐宽恒 他其实晚上也蛮多场子 都是一些什么说明会 座谈会 只邀你一人 就是只会邀盐宽恒去的场子 而且后面还备注富有餐点 那我们看到是印第大帝 他是这个社群名人 他去看 他就想说 我也来评评一下 我也来试试看说 你们到底端出什么样的菜色 来 昨天告诉你的菜色 这里有这个算烤肉 这里有蝎 他就说我菜色真的很不错 我咖吐是不是很饿 他还点了三碗 所以我们来看的是 到底到底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有独家的这个 群组的讯息曝光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来 时期我请教 刚刚我们不是在聊赵少康吗 郑浩在讲说 国民党就是厉害在这里 当发现事情不妙的时候 炮口不是继续对外 就转上自己的内部了 所以赵少康才会讲说 地方首长 自私自利到极点 而且他骂的这个部分 你想想看 的确朱立伦好像 他在这个四个同意的世界里面 重启何四呢 从侯友宜啊 林姿妙啊等等 讲出来之后 他现在找一个张立善 可是张立善说 好了 那我同意重启何四的这一块 没有人跟哦 那个接龙没有人跟哦 那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 现在整体的趋势 以及赵少康为什么如此火大 就国民党真的很有趣 就是内斗很内行 外斗就比较稍弱些 赵少康 你知识兰呢 你经济兰呢 你理性兰呢 整篇有没有一些道理论述 没有 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骂人兰嘛 还假装自己是 哦 理性兰 经济兰 战斗兰呢 你的战斗兰 就只是停留在骂人的层次而已 好啦 没有关系 因为国民党现在看起来 大家互相骂 骂成一团啦 马英九也骂侯友宜 也骂林之妙 你们都不懂 只有我懂 然后黄世修也在骂侯友宜啦 然后说啊 你会让这个这个溃题啦 等等的 然后赵少康也跟着骂 所以朱立伦 朱立伦你还真窝囊耶 你作为一个党主席 是你自己雷响战鼓 说哇 这就是这个倒阁的公投 这就是一个不信任的投票 结果呢 结果现在大家把 大家都看衰你这个党主席 因为你好无领导能力 你根本无法统整 整个党内的口径一致 所以现在看我们讲 就他不成队伍 你说民进党作为一个反方 民进党的反方 看起来就是有队形 他有前面的这个带头的 他有后面整个下面的 广大的这些队伍 带头去冲 他就成型 那所以两军要对阵的时候 哇 这边是一个队伍成型 然后国民党这边就哩哩啦啦 忙着先在里面打架 打成一团 你根本上不了战场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朱立文当然是没有一个领导能力啦 那你在前面喊说 我们要这个不信任投票 我们要倒阁 可是当你的内部都没有办法被说服的时候 你要怎么叫你的支持者跟上 你前面没有办法冲啊 你侯友宜冲吗 你卢秀燕冲吗 你连林芝妙都说服不了的时候 你要叫谁往前冲呢 那还包括了 其实林维州之前就已经告诉党主席 建议党主席说 这个应该在22县市通通都办一场大型说明会 当初大家不是都在笑说 好啊 那你就在新北办办看啊 你看看当地的县市首长要不要出席啊 你看看侯友宜会不会出席啊 那朱立文就冷处理 啊 假装没有这回事 我们没有要在22县市都办哦 好 现在赵岳康来骂你了 赵岳康他作为一个 嗯 吵架懒的带头者 他在公车广告上面做的那个广告 连郝隆斌都有 就没有你朱立文 他把你朱立文看衰成这个样子 然后你现在朱立文要怎么办呢 啊 这个我 郝隆斌是东主席吗 东主席不是朱立文吗 他们是意图竞选党主席而为国的 他们是意图兴党主席 对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你朱立文呢 呃 就不断的重复说 啊 我相信国民党是很尊重民意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是你看不出一个国民党的力量在哪边 那所以我会觉得啦 就是说当你这些国民党内部大家炒成一团 其实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公投嘛 目的只是为了你们在选总统的路上 排除掉这些绊脚的这些小障碍的小石块 那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如果人人都心中只有2024的时候 那公投呢 当然不会有人管啊 而且我觉得黄世纠很妙哦 黄世纠去炮打侯友宜耶 侯友宜耶 侯友宜的基础是比国民党还要大的耶 曾经有美国的学者点名哦 侯友宜是他们最敬畏的2024的候选人哦 在这种状况底下侯友宜的地位以及他 这些目前拥有的声量和能量 你黄世纠哪位啊 你跑去打侯友宜 你不要你不要玩火自焚好不好 我觉得他们各有贡献啦 因为黄世纠是讲说侯友宜是破口 对不对 公投可能的破口 那黄世纠自己贡献了什么 他是最大的破口 他恐吓了那个许处长 他现在在恐吓侯友宜对不对 那马前总统他也贡献了一个 他贡献的是消失的三洞嘛 然后呢 套少康你也有贡献 你贡献了六碗猪干他 这个也是变成了一个笑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我们要来看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颜宽恒之前有一度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奇怪他公开行程没有很多 然后静怡去哪里他就去哪里 但其实呢 颜宽恒跑得可勤了 他的这个路站非常非常的绵密的 我们来看 这个是网路名人英地大地 他特别是宽恒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他特别跑到了雾峰 去参加颜宽恒的说明会 然后他拍出来的画面 一拍完之后贵也还蛮想去的 我们先一起来看 家常菜肴摆满桌 不管是主食还是配菜 看起来超澎湃 民众更被直击 碗里头的炒面 简直堆成一座小生 网路名人英地大地 也PO出自己大吃控肉照 不过这场活动不只是单纯流水席 明明是乌方的里长办的座谈会 盐宽恒却现身拉票 英地大地耶云 盐宽恒一个晚上跑超过三场 证件说明会 他特地前往视察在地文化 视察结果一个饱子 这菜端出来以后 大家就活力就烂了 那就是标准的米粉厂吧 要很多但是也不会吃不完 因为大家相信的打包的动作 都非常的快 现场不久炸鲑鱼尾 炸花枝丸 主菜还能挑炒面还是炒米粉 鲜嫩控肉餐厅籍的烧酒机 炒空心菜跟供丸汤 菜色很齐全 网友纷纷留言 适食物者为俊杰 他二人说免费最好吃 不过正逢选举 也有人提出质疑 这种把费吃法超过30元了吧 钱从哪里来 炎宽恒先生呢 他在他的相关选举的活动之后呢 已经有开始有燕饮 跟炒米粉的情形 我呼吁剪警调真的要动起来 去了解 这是不是有涉及到 相关的汇选或不法 宽恒只是作为受邀请人 到场至15到15分钟 对餐点的部分呢 并不了解 也没有经受任何的金流 炎宽恒曾经 只是受邀出席 并非主办单位 不过正逢中二补选 炎宽恒出席的好几场地方活动 都出现 炒米粉好料 难免被放大检验 三立新闻研军场 日文台北报导 我们做出来的新闻袋子 是英帝大帝 他去雾峰的那一场 可是英帝大帝 他一直一路吃一路吃 他不止去那一场 他又去了乌日 那我们来看看乌日的这一个部分 他说各位乡亲 最关注今天晚上的菜色 究竟是什么呢 已经来了 来跟大家讲 这里有炒虾 然后还有这道菜我没煮过 黄瓜炒香肠 那也有焢肉还有白菜肉 这些都是家常小菜 胆过程都蛮高 身体要注意 我是觉得他叫三丸 吃得有点太薄 果然就他形容了一个宝字 有一些家常小菜炒面炒米粉 共丸汤都有 他说可惜的是路途 他本来是要宽衡到哪里 他就去哪里 他比较慢 他到场的时候炎宽衡已经 洗白白了 已经准备要离开了 没有听到他今天到底这个宣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那他说如果错过今天的 没关系 补选之前还有五十天 我说你算不错 纯四十天而已 只有四十天 如果也有想要follow这个印第大地的行程的话 观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他的这个粉砖会继续的 maybe他每天都还有一些新的场子 不一定 那这一个场子呢 是在乌日的荣泉里的福德池 来 议员我请教你在地 我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这个新闻带一 有问了颜振营的发言人 他说颜宽衡本人受邀到这个现场 可是吃什么 他说不晓得 那个金流什么 我们也没有经手 他是这样来回应 那我请教一个部分 是说这样的澎湃的菜式 有焢肉 有蝎啊 有小菜啊 有炒面啊 有贡丸汤 这是台中的地方特色是不是 那这样子你们每一个议员 那里面会比较小 我说如果是经手 从你们这边掏出来的话 可能大家都要 这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 一般因为中二选区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 所以候选人参加要借很多的机会 跟民众能够一起来接触 那这个场子 我们大概一般都 就是问证说明会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理念宣扬 给我们的支持者听 看他能不能帮我们去传播 那所以通常你要动员人来 有时候你要一点诱因嘛 你要叫人出来 听你讲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总是要有给人家一点 出来的动机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准备一些 这个叫做台湾小吃 那大家说 会后之后还有一个吃的 这样的一个诱因 那可是这个钱其实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 说我们来办 所以我们已经叫人家 帮我们动员人出来了 所以钱都是自己出得多 就是说那拜托人把人动员出来 那可能我自己去准备小吃 然后请大家吃 也有可能说 你就负责动员 你就负责准备桌仪 那我也贴一点钱 那你来当这个费用 那你也可以当你的 你在动员人的时候 比较方便 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钱大部分也是 我的自己的例子 都是我自己出得多 当然偶尔有一些 你说你自己出嘛 我先告诉你 你有没有 因为你以前准备过什么菜色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确认被比下去了 所以通常是这样 过去但会选有一个 就是30块的部分 可是其实在法务部 其实有公布一个叫做 会选范行的例举里面 他有讲到 因为你说你只有30块 你要叫人家吃东西 就是很困难 所以他这里面有写到 说如果为了造势活动 那你可以提供一般的茶水 跟便餐 简单的便餐 所以他说 如果你是简易性的 炒米粉便当 共和汤 这种米面制品的汤类的话 这种就不视为会选 他没有很明确规定多少钱 可是也说 简单的供应 人家吃得薄 那不算会选 所以我自己在办 通常我一个人会抓 80到100块 这样的一个费用 我们来办这样的一个餐点 让大家来使用 也甚至让人家能够愿意出来 听我们来宣扬 那可是如果菜色很丰富 我刚刚看到还有什么虾子 还有烧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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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没有ììあ 看起来很大锅 炸ients大概共和汤 有时候共和 咬到最后就没有共和 필요如此 棍花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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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那边 可能要捞一下 有没有鸡鸡鸡鸡鸡肉 所以我想 如果以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水准 其實我們的壓力就很大 以後我們趙世產 如果大家要跟我們說 過去的人